作為一個來自中國的一個中國人 你會感到 實際上現在中國已經成為顯學 很多都關心中國的問題 包括實際上在哈佛研究案例 很多都開始研究中國的案例 但是你會發現 它更多的傳統文化 還是西方的視角 你可以感覺像互聯網的 移動互聯網是去世的話 實際上中國的文化 在世界變化各地當中 會越來越重要 也就是更多的 不僅僅是西方的視角 還要試圖從中國的視角 來進行交流 那你在加吉比斯尼斯坡 你就會感到這樣的一種開始 他們對中國的研究 你就試圖換個角度 來試圖用中國的眼光 來了解中國 這樣中西方的結合 這恰好知我感到 這是加吉比斯庫的 它的一個過人之處 所以是除了很多現在商學院 都組織和中國的商業院 進行學生交流 但真正來講 從中國的視角 來研究中國問題 來進行交流 我覺得加吉比斯庫是在創新 我想這和它的傳統也有關系 我們知道 劍橋有一個非常著名的 中國研究中心 就研究中國傳統科學 也就是我們中國也知道的 就是李約瑟先生 就研究中國的傳統的 這樣的古老的科學的發展 甚至提出一個李約瑟難題 為什麼中國這麼傳統 這麼燦爛的這樣的一個文化 沒有發展到現在的 現在革命 現在工業 恰好來講 我想是這樣的傳統 也恰好在今天面對著未來 如何更多地面對中國 不僅僅是從GDP 從經濟規模上 從技術手段上 更多來講 從中國文化去解決 這恰好是加吉比斯庫 如果你學習的 無論說你學習畢業之後 是在國外 還是在中國 你想做和中國有關係的業務 和想做和中國有關聯的 有前年的發展 請來加吉比斯庫 來學習 來參與 讓我們共同一起 所以這是為什麼呢 今年我們要在北京 來組織這樣一個專門 就是視角與中國 而且視角不僅是中國 而且是專門中國視角的 改開放的前沿的城市 深圳 特區 像顯著這樣一個專題 這麼專注的來講 就我感到來講 像這樣作為一個 像劍橋 這樣大學 這樣級別的學院 這樣來做的 讓我們來第一次 所以你有興趣 請加入我們 這是第一次 我想你會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更多有關中國專題的 發展問題 中國的角度問題 再一個不要忘了 這個專題不僅僅是 中國專門發展的 而且非常牽討一個 在中國非常敏感 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一般都迴避的問題 就是企業倫理 商業倫理 我們相信中國要往前面發展 這個世界如何互相地融合 往前走 中國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個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 讓我們從這次論壇開始吧 我們會感到的 所以我們會感到的 這個問題是否有無法 他們不會期待 大家要不要再打開